上不上比赛开始 那么上不上比赛呢 南普特摔践开球 他们今天的这个球衣啊 这次报名啊 他们哎 这个次进攻 打远射 刚刚开场 外卫的叫远射打将 这个是门将啊 对 门将梁华 这个确实是缺乏比赛的锻炼 落了在热身赛里面 这是一个好招头啊 对 这个球说实话 作为门将来讲 这是不可饶恕的一个错 哎呀 梁华呀 哎呀 梁华呀 这一次解围的失误 嘿 太随意了啊 这一招 这个球就是解围的失误 亚良斯这个球 也没有准备太好 停球的时候 也就相当于帮着 萧远朗做点球 这边呢也是不怂啊 看这边 点球 他身高倒是可以 没错 有这个1米93 看看线上技术如何 出跑 大门 还真扑出来了 漂亮 这是切亚当斯 大门 进去了 马来里 过来了 大门球进了 马来里还是进球了 他这一个点 今天广州复利 一直是应对不了 对 刚才是金波 金波作为 有吗 这球看着就像有 说实话 这个球 没算 但是积分盘还没有 应该还是吹了冲撞门将 那应该是 难不得 今天像这个位置的任意球也挺多的了 看这个打后点 这个 哎呦 这次是 那一下盼着冲撞门将 你看这一下 就是往自己的正前波 这确实是挺大的一个忌讳 打高位逼抢的话 可能你防线的漏洞会 这应该是刚才这条远射 防线的漏洞很明显 现在把球控好 路上断球了 假动作晃了一下 质量挺高的 没错 底线抹 可以打 布的真不错 还能补 哇 二防一也居然让对方这么轻松过去了 又是汉森 这个解围解围的也不够好 对 开出来 同球 还是进了 还是第一点 升天不时的时候又入一球 是 他身高有一米九一 我们看两个最高的队员 在中路 但是复利的队员 这个是主打扮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南普顿是四比零 战胜了广州复利 我们下车的队员